最舒服的按摩 這個是我在台北做過最舒服的按摩 超了 快要 一個時候已經麻痹了 如果太麻痹就是真的 來了 嗨嗨大家 今天我們 剛才有看到那個攝影師幫我們拉的嗎 抓龍筋 但是因為大家來到泰國都是抓龍筋 抓龍筋你知道是什麼嗎 對 但是我們有冷靜這麼抓 那就是我們有龍就有鳳 大家來泰國的時候都是男生來體驗抓龍筋 那今天不一樣的老司機 我們就要來大家體驗一下抓鳳筋囉 你有沒有做過這樣子的麻痧嗎 沒有 想像中 一般的麻痧是酸是這樣的嗎 為什麼沒有 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有穴道的它是可以 就是讓你的身體變得更健康 對 更 會不會變得更開心 會更開心 會更舒服 你有試過嗎 我沒試過 但是我今天就是非常期待加納的體驗 然後大家之後呢 就可以聽到加納有不一樣的更多 怎麼說呢 知識的分享 感覺 對 沒錯 你會不會叫 如果很多人應該會 平時我都會叫 那通常在曼谷的抓龍抓鳳筋呢 都是比較 不是說到處都有的喔 然後你要提前預約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曼谷的離BTS站 近翁如站這邊 有一個叫做 孟泰的一個 孟泰是泰拳 那它這邊有一間超 這真的超大間的 它是專門抓龍抓鳳筋的 所以通常 只要有這種抓龍筋 其實都會有抓鳳筋 可是要問一下 對 那因為 有些人就是只是覺得 很多男生就說 我就來抓龍 所以 你有什麼大部分都不敢走 不敢很害羞 會怕說 有什麼好害羞 我不知道 那就等你來體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會這樣 可能會這樣 這樣 這樣 這個大概多少 大概兩個小時 那每個它的包裝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裡面看一下 對 大家體驗一下 我們就去看 外面垃圾了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想法 我很難想要做什麼 但是目前我就是想 但應該會 應該不會那麼 這樣 我覺得它應該不會 進去裡面 我覺得應該是在外面 而不然進去裡面 而且我自己想 應該五分鐘 十分鐘搞定 如果看我自己的經驗 但是抓兩個小時可以抓什麼 我覺得抓兩個小時 有一點多 所以我真的很難想一想 會 會 會噴水嗎 會噴水嗎 也有可能 會噴鳥 擦拭我 擦拭我 擦拭 師父已經到了 但是我想要去 尿尿 不然它 如果真的會 噴水 就會 太 太可怕了 所以現在 我來廁所 尿我的尿 然後去抓我的 風 我昨天問我的朋友 如果要去抓風景 要準備什麼 他說沒有準備什麼 脫光衣服就好了 但是我還是要 處理我的風 這個設備還蠻好的 你看它按摩室裡面 這個很像台灣的那個 汽車旅館 你不覺得 但是它有兩個按摩床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這個沙發 等一下是給我睡覺的 好 我先去洗澡 洗好了 這邊有內褲 要換 這個 目前很像 其實跟我一樣 我們看 一般的紙內褲 中間沒有洞 中間沒有特別的洞 沒有洞 OK OK 這個師父看起來 感覺是老經驗 有喝水 來 很漂亮 廚師 不能喝很多水 把湯都噴一下 會噴水 很虞 妳要玩 師父會不會覺得 我是一個風姿 一個女人來抓風 還要拍影片給大家看 為什麼妳要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很不錯的經驗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女生 要試試看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要去哪裡 而且他們應該會怕 是不是師父是男生 還是有人會吃他們的豆腐 所以我來自己體驗看看 給大家看是不是值得去抓 應該要開始 這是什麼特殊的造型 怕你的水噴太多 對啊 我也 噴到頭髮都濕掉 OK 要開始 開始 目前力道需要調整嗎 嗯 你還記得大力跟小力怎麼講嗎 對 記得 大力叫什麼 娜娜 小力 寶寶 現在已經熱熱的 那個油 它現在用這個是 熱的那個石頭 超熱 剛才有一點冷嗎 剛才一般的 就是去做按摩一般的油 但是現在變成超熱 所以現在開始用那個石頭 所以是熱 熱敷 好像準備就要開始來抓鳳鸡 你有點暗了 而且你已經脫掉你的內褲 你起來了 等一下你跪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沒有戴 現在好像要把手 她的戴手套放心 我有 是否有戴套 不知道 不要從明天帶出來什麼東西 這個姿勢很尷尬是不是 超感 超感 會癢嗎 還是會痛 會癢嗎 會痛 會做得很像 第一次做這個呢 不然 每個禮拜都會去做 其實真的第一次 會被哭到 跟男生做的什麼不一樣 但是現在在屁股外面 摸到你平常都不會去那邊 他現在在按我的眼皮 屁眼 屁眼 你會不會很怕會有摸到不應該摸的東西 我怕都會進去我的屁股 我不想要 這個舒服 這個是我在台北做過最舒服的按摩 而且他有一件媽媽的 媽媽的 對 所以 所以看起來很難 有點難 有點難聽話 好吵了 很快要 那個時候已經摸屁了 如果太摸屁就是真的來了 什麼感覺 感覺在我的肚子裡面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然後一直被摸到 是不是做這樣子的眼還沒出來 我現在從正面進攻 看很舒服 那你看我這樣子有什麼感覺 感覺你很舒服 你會吃醋 不會 如果是男生你就接受不了 你會 你覺得這個你有男生的師父 我 等一下我叫師父去休息我來 我現在說 我 現在說我自己愛 我的嘴唇 是 我超痛 為什麼 沒有兩個腿 超痛 為什麼我有兩個腿 現在第二個腿也超痛 為什麼我有兩個腿 終於按完了 終於按完了 按完了 其實真的跟我想一想不一樣 我還沒按之前 我就想 是不是什麼變態的東西 還是有什麼事情的東西 完全沒有 這個師父感覺真的超有經驗 而且他按摩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 舒服到那個高潮的那一種 就是真的很健康的舒服 跟一般的按摩沒有什麼差別 他直接摸在那邊 不會把手指放進去 不會放進去 但是他用按 他一點點放進去 不是那麼放進去 就是一點點在按裡面 做過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真的推薦每個人來做 非常放鬆 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不會什麼變態的東西 那你現在下面的感覺 妹妹的感覺怎麼樣 沒有什麼感覺 舒服 放鬆 放鬆 就是放鬆 因為有兩種放鬆 就是高潮的放鬆 跟放鬆的放鬆 那他按你跟你自己 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因為如果滋味的話 平時我都是用那個 嘶嘶嘶嘶嘶嘶 就會很敏感 但是在這邊完全不會 所以我剛剛看著我 我有一些感覺 感覺要慢慢變到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我很緊張 因為你在旁邊拍我 然後師傅在按我 我覺得我的頭腦裡面 沒有辦法高潮 就是沒有辦法輕鬆到 那個地點 所以有可能一些人會 但是我今天完全沒辦法 而且我想如果我只來做 我不是拍攝的 你也不在 有可能我會完全放鬆 有可能 所以我還是要第二次試試看 一個人來看會不會 什麼差別 明天我們再來 好我覺得你走過了一次 這個按摩你就會回不去 真的非常清楚 你會想要按你的籠嗎 我可以嗎 可以為什麼不行 你會覺得不行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有很多女生 會不讓男朋友來抓籠鏡 你覺得 如果男朋友來抓籠鏡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 我覺得就是沒有什麼 不可以 是按摩而已 這個是很專業的按摩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好 就是非常健康 我不會覺得是 劈腿還是什麼 耶 你先換我來 但是我會選 六十歲多的師傅 不可能二十歲的女生 來按你的籠鏡 就先去吧 好 謝謝